Hello 大家好 今星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股票 拍片今日七明節 想和大家看看上星期阿里巴巴這件事 話說馬雲回國 阿里巴巴近一兩天宣佈一刹六 很多人都把這兩件事插在一起 先當作有關係 其實一刹六之後 阿里巴巴也炒過一轉升大約十多個百分 之後很多裁判或大行報告都會說 阿里巴巴這樣刷的會有什麼分刷價值 刷了之後值多少錢 其實我覺得說法比較片面一點 還有我覺得是忽略了的 所以我今次想和大家看多說一些分刷後的詳細 阿里巴巴值多少錢呢 其他成員業務會有多少價值呢 甚至更加說普通一點 說中概股的前景 這裡不斷看一看股價 其實阿里巴巴從前兩年310多元跌到現在 其實長期這段時間都有一些低位副副成果 其實都很積弱 本身未宣佈176之前 其實我記得是86元左右 之後宣佈分刷就升了10多個百分 去到100多元 100元左右 現在又回了一點點 其實主要升的東西是炒炒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分刷會有釋放價值 第二個就是監管是不是對民企監管放寬了呢 你說對民企監管放寬了這點我是同意的 其實我覺得都似乎有些跡象在 可能有些民企 可能未來都前景會比較帥氣一點 但是你說分刷釋放價值這裡 我覺得首先這件事就說得太早了 而且分刷了之後呢 其實對阿里巴巴的核心業務是否真的好呢 其實這點我真的有一點質疑 我們一起看看通告 現在宣佈一刷錄 就許報稱的目標就是更加 業務更加敏智 決策鏈變短 以及更快響應市場變化 將業務拆成六個 阿里巴巴集團的東西拆掉六個業務 每個業務都要分別一個人做他的CEO 其實這堆全部都是廢話 其實如果你有看開 即是你之前看好 或者你現在可以找回阿里巴巴之前的報表 其實這六個業務一直都是分開在財務報表去報的 其實本身在業務上 其實這些東西本身很大程度上 都是分開來看的 所以其實你這樣說分刷 其實在業務層面上 其實變化不太大 加上大山 余永福 本身已經在做淘寶天貓 或者本地生活的CFO 或者換了個名字給他 其實他本身已經是一個在做項目的位置 所以其實業務所得的影響不算很大的變化 所以我更加會認為這一次的分刷 最重要的是阿爺要求你阿里巴巴去刷骨 把阿里巴巴刷六件分開來 散開市場 令到你的壟斷能力就沒有了 就不會在業務上做得那麼大 就當是給你阿里巴巴一條山路 其實就著這次的一刷錄 坊間的看法就是 因為阿里巴巴分刷了 有兩件事是好的 剛剛也說到 監管可能沒有那麼緊 而且因為你的業務分刷更加靈活 其實本身現在阿里巴巴市益 就是大概在做2500億2600億美元的位置 其實人們就會拿回每一個業務去計算 拿現金流模型 加上六個業務 其實人們的估計算是值3700多億美元 所以有些大行出了報告預期 說幾間大行都是這樣 估計可以去到130多元 120多元 大概升四成五成 水位比80多元 所以那天的股價有少少升上去 但遠遠都未去到130多元 但我覺得要弄清楚釋放價值這件事 首先你釋放價值的 其實你釋放的不是你本身 阿里巴巴剩下的淘寶業務價值 其實現在阿里巴巴的情況就是要留住天貓業務 其他剩下的五成就買出去 其實現在不是釋放這個價值 而是釋放其他業務的價值 其實買了之後 你阿里巴巴當然收回了錢 你買了一些兒子出去 其實之後你淘寶業務 剩下的情況會如何呢 其實大家可能去看數據 那些人很喜歡說 這些電商就拿什麼GMV去計算 其實GMV的數字不靚仔 而且你其實不需要看數據 你都會感覺到 其實你說天貓 就是你說做電商這些 競爭越來越厲害 而且市場開始飽和了 但你看看一些 身邊的老人家都懂得 會去把東西丟到昨天車 叫你去幫他付錢 其實已經知道 其實做電商業務的發展空間 就不會說很大 其實當阿里巴巴買了一些潛載 發展空間大的業務 即使現在虧錢也好 那之後只剩下淘寶 那之後還要怎樣發展呢 你的估計還要怎樣回到 當時二百多三百元的情況呢 另外還有很多人都懂得說 我分拆了之後有什麼好處 什麼價值釋放 業務更加靈活 但其實忘記了本身 一個大集團拿著這麼多業務 你會有一個協同效應在 其實譬如先不說最大的那間 說一些小的 雲端業務 還有一些材料 這些媒體這些業務 其實你說這些小公司 其實你說有賺錢不是很多的 其實你的一些材料 還有這些國際電商都是虧錢的 萬一其實如果你在個集團的下方 這些業務這樣虧了錢 其實沒問題的 有一個爸爸頂住 有一個你爸爸賺到的錢可以頂住你 其實你都可以這樣去維持下去 那到時你分拆了之後 當然你做IPO上市 或者又去找一些前期投資者 那麼CAP了一堆水回來 那OK可能夠頂一排 其實但如果當你錢用完 其實你這些業務之後會怎樣去壓你 而且外面的競爭都不是說小的 那你材料那些 其實你外面也有很多物流業務 如果你有京東物流 什麼嘉里 最大有順風 這些人都很難以理你 對阿里巴巴本身的天貓業務 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那其實就說多一點點 那譬如說 其實現在天貓很多物流業務 都在用材料去做 那譬如說材料呢 其實現在每年都在虧錢 其實虧錢在某程度上 因為其實材料給了一個美價 去淘寶去提供物流業務 所以令到材料的profit margin 就不是很高 最後就搞多虧錢 那OK分拆了之後 兩邊大家分了家 其實淘寶將來做物流業務 可能要貴一點 就不會找到材料 你找材料也會抹個高價錢 因為始終你分了家 那OK了 可能轉個頭去找其他物流公司 去做這個價錢 其實你對淘寶本身的業務 成本都大了 另外你說你材料那邊 其實在賽業那邊你出來說你真的要跟人去競爭 那譬如你有順風 你有京東 你有嘉里 甚至有什麼德邦 那其實你就真的跟人去困 那是不是真的會捱得住呢 那其實這點我覺得就真的要留意 不要只懂得去看分拆之後 有什麼好處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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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估計怎樣怎樣 那其實也會有些會乎乎的位置出現了 那還有分拆其實裡面的細節 到現在來說都是十或都沒有一別 首先你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還有你這個分拆的方式 其實什麼都沒有說的 那你說時間表方面OK了 慢慢等 那其實現在傳賽業那邊 年尾去上市 不過又是薄薄傳 那不知道真還是假 那這個就等時間去驗證 那你說分拆方式方面 那其實我想到有兩個分拆方法 那首先第一個 那你連控股權都買光了 那譬如你買成80%股權 那其實你這樣買個股權 那你賣了之後 你當然你會一筆個收了一筆大的錢回來 那你的報表呢 因為其實你這樣 你由你將一間子公司賣了 那本身可以用book value去計 那變成market value去計 那其實你的報表會釋放了很多價值出來 那當年那個報表會很帥 那這點大家都留意一下 那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你賣了之後 那其實那些業務你只剩下很少股權 那其實之後呢 那即使那些業務 那它增長得很快 那時候你這個阿里巴巴的集團的 那個benefit 就是9.88的benefit 其實不是說很多 那這一點就可能one off 去領多些錢就算了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去出售部分股權 那其實就留一個紅股權給自己 那其實就買部分股權出去 那譬如拿 那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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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股值也有潛在的增長機會 不過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前者機會相對大一點 阿爺要你拆骨的目標就是要你分拆任務出來 不准你一間公司白足這麼多招 哪裏都有控制權在 所以我會覺得要你拆骨 要阿里巴巴失去控制權的機會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前面的機會會大一點 阿里巴巴這樣分拆 釋放價值方面真的有點脆大了 始終很多東西還是未知之數 你怎樣分拆 時間表 之後各自的業務怎樣去營運下去 這些其實都要有時間去看 不用三年兩月畫 用現金樓模型去計算 或是值一筆沙幾元就可以炒上去 但我覺得整件事都是一個正確的消息 不論對整個大陸經濟 民企 甚至我們的股票市場 都是一個正確的消息 似乎現在會不會去列明那條界線 其實阿爺不是不讓你壟斷 但你壟斷得來 你不要踩那個界線 我可以讓你獨立業務上做大做強 譬如你淘寶 你夠爸爸 你做天媽 你做淘寶 你做電商最大 你不要去玩金融 你不要去玩傳媒 你不要壟斷了這麼多業務 其實是否這樣就可以放散 你們 似乎現在有點像這樣的跡象 其實你說其他類似阿里巴巴的大企 其實你說京東 京東一直都有類似做法 京東一直拆開一些東西出去買 什麼什麼 京東物流 京東健康 之前都有這樣的做法 你說騰訊之後會不會有機會這樣拆 我覺得都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可能這個會是最後一個 你說對這些這麼大的民企的一個解決方案 其實是解決方案 會不會這樣拆掉 阿爺就OK了 其實你被這些民企從而剩下就不再去打你了 但你說其實如果這樣拆掉 如果你真的不幸運 你七百多元就有騰訊 你說你三百多元有阿里巴巴 其實坦白說我覺得就真的難回家鄉了 其實因為之前你說騰訊 阿里巴巴的價值就是 就是原始於每個地方都有業務 其實你拿著很多人的數據 其實你去發展更多業務都會很容易 還有你有錢 你去開其他業務 你不怕跟人虧錢 其實你就可以一開波試著錢 關掉別人的MarketCap 再去賺你錢 其實現在這樣下去 其實阿里巴巴 騰訊這些夢境 其實就已經沒有了 其實你說三百多元 真的看不到何時可以回家 但你說如果復甦之後 就是民營企業復甦之後 你可以回到可能升到五十多個百分之 譬如現在去到八四元 八五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 但我覺得就先看清楚一點 先不要那麼快去這麼正式 你說現在值不值得買阿里巴巴 所以我覺得需要觀望一下一點 因為首先你現在大陸的經濟又一般 或全世界的經濟都一般 還有阿爺是不是真的會這樣放生你呢 我覺得現在還是有一點早 我覺得可以看久一點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拿著證股 又會有一點危險在 因為始終下跌上來 又可能去回七十多元的位置 所以你到時又虧了十多元二十個百分之 這樣就不好了 但我覺得如果你說真的看好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可以駁一張遠期的長期 譬如畫面這裡 可能買到很遠的 最遠可能在港交所買到二四年三月二十七 差不多一年之後 做一百三十元行世界的長期 可能現在就做七個九左右 可能一年之後經濟好 或者阿里巴巴好像蔡燕一樣說的 去釋放價值出來 甚至可能因為你阿里巴巴 可能這樣拆一些出來 你要做IPO IPO其實有錢賺的 其實到時就保存了些水回來 又可以炒一轉 好像當年螞蟻一樣炒一轉 可能要拼一拼它 萬一真的失敗了 結果一年之後情況都不像我們預期 就去不到這些位置 就當這張其權 就買了一張彩票輸了 就OK了 都不用輸了 就拿八元來 可能拼它三十多元 我覺得也有些直拼機會 但你說靜固 我覺得真的要小心少少 我覺得可能你有這個寄望 拿一張long call來拼拼 我覺得都OK的 今天說阿里巴巴先到這裡 其實之前也看到觀眾 下面留言有留了一些問題 我有空會去答 這裡不好意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